同学们好,欢迎学习手语导诊课程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首诗语是心血管科常用到的词汇 心血管内科诊治的范围主要是心脏及相关血管的疾病 下面请大家跟着首语老师依次学习下列主要词汇 高血压 先天性心脏病 心率失常 冠心病 心肌炎 心脚痛 心力衰竭 还有一些基本句型 一,医生,我的心脏感觉不舒服 二,医生,我总是头晕 是不是高血压 三,护士,请帮我测血压 四,心率过快或过慢都不好 不要大意,应该去医院检查 五,根据心电图显示 你的心率失常 六,冠心病患者 家中,家中应常被塑效救新丸,又叫单身低丸 下面,让我们把这些常用词放到情境中去 我们一起看看他们在医生和患者的对话中是如何使用的 您好,请问您哪里不舒服 医生,我最近总是胸闷,胸痛 而且爬一段楼梯就气喘吁吁 你最近经常感觉劳累吗? 是啊,我一直在加班 你晚上的睡眠如何? 晚上总是睡不好,气短 我来听听你的心脏 你心率失常 你的家族有先天性心脏病史吗? 没有啊 我给你开一个心电图的检查单 你去心电图室 做一个检查 好的 根据检查结果 你目前的心率不齐 得了心肌炎 这 很严重吗? 我建议你 不要再过度劳累了 多注意休息 我一定注意休息 我需要吃什么药吗? 我给你开一些改善心肌能量代谢的药物 以及水溶性维生素 好的 谢谢医生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常常测量心跳、血压 数字的表达方法大家还记得吗? 下面 让我们一起学习一下 心跳88 高压120 低压90的手势与表达方法 根据所学的内容 请大家做出高血压 先天性心脏病 心率失常 惯心病 心肌炎 心脚痛 心力衰竭的手势语 好了 今天的首语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课再见